网友家的监控拍下了可怕的荧幕 眼前的猫咪叫胖蹲 他在吃饭时 突然后背发凉 转头看了下入侵者 而狐狸张开獠牙以示威胁 家猫也不甘示弱 准备摆好攻击架势 狐狸一看 这家猫不好惹 于是灰溜溜地离开 家猫一看危险解除 转头继续品尝美食 可是没过多久 不远处 狡猾的狐狸又折返回来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着急攻击家猫 而是站在院子里往外观望 受到惊扰的家猫朝狐狸瞅了一眼 并没有理会 继续埋头吃食物 看来他丝毫不畏惧这位入侵者 不过处于对食物的担忧 家猫选择不时地朝外观察狐狸的动向 而勘察完周围环境的狐狸再次靠近家猫 现在他准备发起进攻 首先狐狸尝试靠近食物 然后两次摆出恐吓的架势 但是家猫对他的假把式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疑惑地看着狐狸 心想这货究竟想干啥 可是就在此时 狐狸叼走了地上的一块食物 刚回过神的家猫转头要喊主人 可是深更半夜的 没人理会他 家猫只好继续接着吃 真不愧是个吃货 可是狐狸并没离开 就在几米外暗中观察 胖蹲吃得很不安心 隐隐约约觉得不安全 狐狸很狡猾 已经知道跟猫保持多远距离安全 胖蹲起身换个方向 防止狐狸从背后攻击 须时刻提防着 然后头朝外面 才能观察狐狸的动向 狐狸一直在试探猫的实力 突然他冲了过来 走到了胖蹲对面 接着咬走了一块肉 但根本不满足 似乎有进一步动作 狐狸站着徘徊了一会儿 居然不断接近 胖蹲瞪着他 发出嘶吼的声音 狐狸吓了一跳 但并不想放弃 他想吃食物 还是想袭击猫 突然又靠近过来 胖蹲发出警告 接着一记猫拳 狐狸吓得跳起来 跑到一边 但没离开 狡猾的狐狸又慢慢靠近 看着地上不多的肉 他的胆子更大了 靠近后探出头 想吃一口肉多的 但胖蹲正盯着他 这让他很纠结 经过他的观察 已经发现 猫比自己敏捷 他看了看又离开 不到一分钟又出现了 胖蹲发现了他 狐狸举止有点怪异 他这是在蹲马骨吗 胖蹲看了一眼 太影响胃口了吧 一阵风飘来 味道太上头了 胖蹲赶紧多吃几口 狐狸不见了踪了 他耍什么手段呢 胖蹲有点崩圈 觉得其中有引擎 没想到 狐狸绕了一圈 又出现了 接着又在蹲马桶 胖蹲决定离开这儿 这气味太上头了 胖蹲走后 狐狸赶紧跑来 这家伙真是诡计多端 用这种方法赶走对方 如果打起来的话 你觉得谁会赢呢 谁的战斗力更强些 回答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